在今天晚上的娛樂藝世代 有一位很特別的朋友來 這位朋友在我的心目中 其實他常常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 音樂的歷史 音樂的背景 音樂的資料 他的聲音也很好聽 但後來我聽到他都在講 這東西很好吃 那鍋子很好買 各位 歡迎馬世芳 哈囉 哈囉 健衡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馬世芳 你這樣說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講才好 這鍋子很好買 你應該 你應該那個 非常清楚吧 公寓善其事 對 今天晚上的馬世芳 來到我們的娛樂藝世代 有一件事情特別有趣 就他竟然出了一本書叫也好吃 所以因為是也好吃 所以呢就是 整本都在講吃的 對 我怎麼會來上吳建恆的節目 結果都要討論吃喝的事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件事情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對 就是從那個馬世芳的轉型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一直有馬世芳的臉書 然後我就慢慢的發現 馬世芳有時候 怎麼開始一直在寫那個 就是做菜的事情 對 可是我覺得這一題 你平常只是不太講 可是你也是很內行的 是 很內行 我完全不會料理 但是懂吃 就可以很多事情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 跟討論 你全世界去過那麼多地方 是也沒錯啊 吃過那麼多好東西 但我真的只會煮天下一鍋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各位聽眾 如果你肚子餓 這一集不要聽 對 建議你如果怕錯過這一集 你去買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馬世芳的新書 書名叫也好吃 這光是個書名就 就不像是書名啊 你不覺得很好記嗎 很好記 我覺得取書名就是要字數少 看過都忘不掉 但他叫馬世芳也好吃 也可以說也好吃啊 我怎麼都沒想到 OK嘛 對 那你好吃嗎 這個不能問我 馬世芳也好吃 馬世芳也好吃 真的齁 對 我跟你講要好吃 你要知道什麼叫好吃 甚至你要做出好吃的菜 你首先必須要是一個好吃的人 一定要嘴殘 對 你不知道什麼叫好吃的東西 你怎麼可能做得出好吃的菜 對不對 但是人不一定要會做菜 也可以分辨好吃的東西啊 這個我同意啊 因為我就是不會做菜 但是我就是熱愛美食 但是我覺得比較疑惑的就是說 我所認識的馬世芳 其實他不都是一直在他的那個 音樂文字的世界裡面 你知道那個培養成馬世芳這個人 他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他才有辦法擁有這些 這麼深厚的功力跟內容 沒有啦 也要花很多時間逛菜場啊 沒有 我才要問你哪有時間逛菜場 哪有時間逛超市 而且 我跟你講 你熱愛料理 那我覺得沒有問題啊 你煮的好吃嗎 這個才是重點嘛 應該還可以啦 結果馬世芳 煮的很好吃 還出書了這樣 那可見你一定是從小就把一些注意力放到這個有關於這個食物美味的料理 我覺得可能不是有一些可能是很多 那你怎麼考得上台大 一邊吃一邊K書 哎呦 對啊就是從小就好吃啦 說真的 對就嘴殘啊 然後運氣還不錯啊 因為外公外婆家很多好吃的東西啊 對因為我從你的書裡面知道他們在那個大陸啊 有很多家鄉的料理 那這家鄉的料理啊 其實因為我家是廈門人 我奶奶從廈門來台灣的時候 他的確只有他才會做的料理 但後來有一段時間奶奶就會跟姑姑啊 還有跟媳婦們說趕快來學 那趕快來學 所以你們馬家或者是你的媽媽陶姐他們陶家馬家留下來的那些精華其實是在你的身上 對精華不敢說啦 食物的精華 因為如果沒有別人在做就是你了 沒有我弟也還蠻會做的 你弟也會 我弟很會 我弟已經移民到日本二十幾年 對對對 他會在日本備其所有材料 在日本複製我們小時候吃過的食物 比方說百葉包肉 比方說冬筍肉絲的那個春捲 他很會做 他會做糖醋排骨 他在日本會做一堆那個江浙菜 就是自己想吃的時候 然後因為現在他住東京嘛 其實什麼都買得到 被你這麼一講我真是目瞪口呆 他很厲害他超厲害他比我厲害 你們馬家雙兄弟 那陶姐從小給你們熏到 怎麼長大之後全部都在做菜 沒有我爸媽其實也都會做菜嘛 那我爸你知道那個 哇你爸因為是教授嘛 他不只說菜 他會做 但是他不是日常每天負責做菜的人 平常每天做菜是我媽 陶姐哪有時間做菜啊 他有時間做菜啊 那沒時間就隨便弄 應該弄個快的 有空就弄個比較稍微 那我爸會做大菜啊 他會做什麼牛尾湯啊 他會做爛火肉絲啊 他會蒸魚啊 他會做紅燒牛腩啊 他會做一些那種很盛大的 大肉他會燉那種紅燒肘子 就是那種 所以是不是因為有這種家庭背景 所以才有可能 後來馬世芳因為在你的書裡面 我看到其實你有做一些菜算大菜 對 但馬世芳有講 其實也不是真的那麼難做 就是備料很麻煩 對真的 我跟你講大菜 所謂大菜 聽起來很複雜很恐怖 但是真的研究起來發現 多半都不是很難 就是麻煩 要耐煩啊 像廣世脆皮燒肉 平常沒事不會想在家裡做嘛 但真的研究起來 在家也不是做不出來 也做得出來也很好吃 而且自己在家現烤出來 馬上切超脆的 超好吃 但是你就是要耐煩 因為光是那個肉醃好 要放在冰箱裡面 風乾個三天 你才拿出來烤 然後你要拿那個肉叉子去 鬆肉針去搓那個豬皮啊 反正就是按照步驟一步步來做 但是你真的照步驟做 家裡面的那種一般的烤箱 也就可以做得出來 但我不懂欸 這聽起來都是學問啊 你怎麼會這些東西啊 網路上什麼都有啊 所以你是真的有興趣了 然後你也到網路上去爬文 然後認真的去學習 對其實這些事情說起來 就是前幾年那個疫情啊 帶來這麼多的災難 但是唯一一件事情我要感謝的就是 他讓我變成比較會做菜的人 我覺得很多人都一樣啊 疫情期間關在家裡哪也去不了 我每天自己煮欸 是不是 你看連你都開始自己煮了 我的確是嘗試過很多以前 我覺得不可能做到的事 完全一樣 包括我以前小時候很愛吃媽媽做的蒸魚嘛 我不知道原來把魚放到電鍋裡面按下去啊 醬油弄一弄啊 原來我小時候吃的就這樣做出來啦 好厲害 你是那個整尾魚還是那種切片的魚 就我去買那個虱目魚 就是切片沒有刺的 對 然後就直接放到電鍋 然後這樣就很ok 對啊 才知道原來也沒有那麼難啊 但不是 馬斯芳你這樣講不對 你的書我還是覺得敬佩啦 今天晚上呢 娛樂一世代我透過看馬世芳的書 我有想起了一些歌 所以是吳建恆要獻給馬世芳的 也好吃歌單嗎 可以耶 是嗎 好榮幸喔 喔 胃口都變好了 歡迎你回到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今晚娛樂一世代來到我們節目的是馬世芳 哈囉 馬世芳呢 每個人對你的印象有不同的樣子 對有人可能就是西洋音樂這一塊 有人可能對於你在學校可能你是那個兼任教職這一塊 對不對 那有人呢 現在對你的重新的印象就是他很懂吃喔 他也會做菜喔 對 這個是你自己的人生沒有想過的事吧 真的沒有想到耶 真的沒有想到 而且說真的要把吃喝的這種文章弄一本書出來 這很心虛的啊 你也不要這樣講 你這本書到現在我都還沒讀完 都已經要做傳訪了 誌很多啦 對 就是好不容易要出一本嘛 對啊 你真的是很認真寫耶 盡量多放一點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誌很多就害怕這本書 因為裡面其實有很多是在講教你料理 對 而且我覺得要把食譜寫成不要像食譜 對 要看開開心心的看 我有發現這一點 因為我看你的那個文章前面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目錄 目錄對 你看 我就是沒什麼嘗試啊 這叫什麼目錄啦 那個目錄 我就想後面都是食譜啦 那我看這本書應該可以看比較快 你知道 因為你也常常訪問人嘛 你知道我們有我們 對 我們不會從第一頁開始看啦 我通常倒著看 從版權月開始看 這是我們有我們快速的方法 那我那時候想說馬斯芳要來囉 我一定要趕快把書看完 所以你趕快先看什麼 然後呢 我就很擔心看不完 後來我就看到後面 啊 都是在寫食物跟那個食譜怎麼做 那簡單這一部分不用訪 先怕死 我們談前面 對 結果我錯了 因為我看到後面已經開始在看食譜了 奇怪怎麼都沒有 他寫食譜也跟人家不一樣 有哪裡不一樣 就你就你知道像以前食譜 就是說 他就是會有一個表格 對 對不對 對 蒜兩片 青蔥兩枝 鹽八克 對 醬油適量 對 但我以為你也有這種內容 沒有耶 對 我就故意不要 對 其實有一些之前是在FB上面寫 備忘的食譜 真的就是食譜 因為我老實講這個書 這部分的文章的來歷 真的就是因為那個人到中年記性變差 做完菜就忘了怎麼做 所以要趕快寫下來 不然會忘記 對對對 最早是這樣 但是要變成書的時候就不能那樣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出國旅行 那我們還會去參加那個料理課 你去出國旅行會去參加料理課 我去泰國有參加泰國菜的料理課 哇 好厲害 我在做的時候覺得這很簡單 這我回家我每天可以做 我回家就忘了怎麼做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上飛機就忘了 就是有那個情境你就會做 沒那個情境你就不會做 你要聞到那個味道 對好奇怪喔 對 馬世芳說得很對 你不記你就真的會忘記 所以要記下來嘛 那記下來貼臉書大家都來按讚 你知道健衡我寫食譜 按讚的人比我寫什麼月評 按讚的人多了十倍以上 你看 連鍋子都賣那麼好 我也不是故意的 結果這本書也賣很好 還可以啦 好啦其實說實話 因為我算是跟那個馬世芳一家都熟 真的真的 我跟馬世芳的媽媽 陶小青小姐 她是我第一個老闆 那您的父親 我也常跟他就是有機會見到 是是是 然後也會邀請他幫我寫寫春聯 是是 您的弟弟 我也跟他吃過飯 是是是 在東京這樣 對啊 所以我跟馬家有感情 有啦 我們認識那麼多年了 天啊 我們互相認識的時候 都還是二字頭 小青年的時候 對啊 各位 所以今天登場的不會是只有馬世芳 我是馬世芳的媽媽陶小青 其實從小馬世芳吃東西不是很挑剔的 那我雖是家庭主婦 但是也身兼職業婦女 因此也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天天在家做飯 我印象裡面給他什麼他都吃 但是我後來才知道 作為這個下厨者啊 他其實是非常講究的啊 刀也講究 這個工具 就是鍋子啊 盤子啊 怎麼裝啊 這個研究刀工啊 哇 非常的講究 那 等他自己開始下厨我才知道說 哦 對於做菜這件事情來說 我還真是甘拜下風呢 不過他也會常常 來問我說 哪一個菜有什麼故事怎麼做的啊 所以在這次他出的也好詩這本書裡面 我看到他寫了很多 我們家族的一些故事 我自己是又很開心又很感動的 那也很開心的是把很多的這個 好吃的 特別是我們家庭裡面 傳下來的一些好吃的這個食物 可以透過書寫 來這個傳遞出去啊 我也覺得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更高興的是這本書 大麥 十方一點也是很開心的吧 開心開心當然開心 因為馬四方說沒有啊 還好還好啊 你把我媽都搬來了 真是 好我讀了馬四方的這本新書 我列了一些歌單這樣子 對 你說馬四方都寫大菜也沒有 他也寫很多小菜 有很多家常小菜 他也寫 都很容易做 還有寫泡麵 對 所以呢其實其實你是一個很日常的人 你在日常裡面你挖掘很多有趣的事情 你有一句話讓我深深印象 你說呢 不一定真的是都吃很棒的料理 但如果今天我吃的是一些比較普通的食物 我也是開開心心的要吃它 對啊 是這樣啊 我真的不挑食 我媽說的沒錯 我真的不太挑嘴 她給我吃什麼我都會吃 然後就算是什麼開會領的麵包餐盒 便利商店的餐角飯糰 或者冷掉的便當 我們有機會吃米其林 但是我們可以好好享受 那我今天要去吃便利商店的飯糰便當 我也覺得很享受對吧 對啊 就像你常常錄電視 中間那個便當都冷掉了 還是要開開心心的吃嘛 真的 心情就會比較好 對啊 因為這個態度面對人生 所以慢慢的你與所有的事情產生感情 好 我有看到你寫泡麵很好 泡麵就是那種年輕的時候非常依賴 長大之後不再懷念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還是不得已 要跟他再重續救好一下 對啊 反正你就快要去西雅圖了 泡麵帶一下 不會吧 不會啦 我們現在聽到這首歌呢 泡麵的幸福是來自周華健 真的 越聽越餓欸 在那個 剛剛陶姐跟我們分享 其實我覺得陶姐她教孩子 當然就是可能 可能有那個背景 所以你們在音樂這一塊耳濡目染嘛 你們有很多機會接觸到西洋音樂 有很多的機會看到家裡民歌之母 民歌手 民歌手進進出出的 是沒錯 民歌手進進出出啊 對不對 那一段時間你們家就很多的創作人 民歌手來開會來吃飯來鬧 來唱歌 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我常常覺得就是 就是馬世芳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面長大 就是在一堆民歌手的大學生在那邊吃東西聊天抽菸唱歌 談戀愛失戀 中間又有一個小鬼跑來跑去 就是我啊 還有一個更小的小鬼就是我弟啊 到處抓著這些大哥大姐講一些小朋友的話 是是是 對 那後來的馬世芳其實他真的很多元耶 而且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他為了很多的事情 他都願意發生 他其實蠻勇敢的 不敢當 但是喔 你有問過你媽媽 你做的菜裡面 就是有沒有他自己本身覺得比較喜歡的呢 他喜歡的齁 我跟你講上次我請我媽在我們家吃飯 還有他就是有幾個他也認識的好朋友 我一起來在我們家做客 我就做幾個菜嘛 那前面幾個菜一路吃下來 當然也都好吃 大家也都很高興 但最後端一個甜點出來 他一開始沒反應你知道嗎 我有點失望 我想說這個 你做的甜點 我做的甜點啊 我想說你怎麼 就是很理所當然就在那邊吃了 也沒有特別說什麼 後來他非常驚訝的發現 什麼這個是你做的 天啊 我做的薑米藕 就是那個蓮藕裡面塞糯米 然後用那個糖水去煮的那個薑米藕 我媽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驚訝 然後他非常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我自己從小吃這個 也只有在大人請客的時候才會吃得到 後來發現自己可以做 就做出來了拿來找 那是我媽那次反應蠻大的 對 顯然喔 你印象中媽媽喜歡你的料理 跟媽媽講的都不一樣 真的嗎 對 要不要再聽一下 好啊他還有說別的喔 好來聽一下 我是陶小青 說到馬世芳做的菜 我想想還真是吃過不少 但是真的要講印象最深刻的 嗯 我講兩道好了 一道呢就是黃瓜 涼拌的喔 那麼他的刀工非常的漂亮 所以黃瓜 一整條的黃瓜 對 他可以把它切 沒有切斷 然後就這個可以拉的很長 嗯 然後那個配料啊 就是拌的那個佐料 拌起來非常的好吃 又很好看 所以涼拌黃瓜啊 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道菜 嗯 另外就是呃 他這道菜好像也在激州安 他的食譜裡頭有收進去啊 就是呃 椒麻雞啊 對 川式椒麻雞 呃 川味的椒麻雞 對 那呃 我知道的就是特別要用 呃 從四川買來的花椒 啊 來做 那做法並不會太複雜 但是真的非常的好吃 喔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在家裡頭 做年夜飯的時候 然後他就提議說呃 呃 因為我們除了年夜飯 有一些傳統每一年都會固定要做的年菜之外呢 嗯嗯 也想著說便便花樣啊 嗯 那有一年他就這個年菜就做了這一道 然後每一個人都說好好吃喔 那他跟一般的去油炸的椒麻雞是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他是靠這個要清蒸的啊 對 但是味道非常的好 對對對 呃我想這個是呃 在我吃過的西方所做的菜裡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兩道 嗯 嗯 我跟你講那個真的很容易做 而且很好吃 我跟你講 我還特地在書裡面去找的那個椒麻雞 對對對 那長不太一樣喔 跟我們印象中的椒麻雞 一般是泰式的嘛 就是那個炸過之後的林田酸醬 四川的完全不一樣 而且更簡單不用炸 你買那個去骨雞腿排有沒有 對 去骨雞腿排兩面抹鹽放電鍋裡面 拿一個盤子蒸 外鍋加水蒸 雞腿是不是就蒸熟了 對 然後他會蒸出一些雞汁嘛 那個雞汁千萬不要丟掉 拿來拌麵 那個那個留著等一下有用 等一下有用喔 炒菜 聽我說 我就想爆雷 代表我有看 沒有沒有那個不要丟 先留著等一下有用 然後你拿那個蔥啊 你只要拿蔥綠的部分 盡量剁細 盡量剁細 然後那個大碗把那個蔥綠放進去 接下來燒熱油 大概兩大匙三大匙的油 油燒熱喔 燒到有點要冒煙喔 然後呢給它 淋下去那個蔥有沒有 那個就是蔥油 那你淋蔥油的時候 同時你在裡面放一些花椒 它就變成花椒蔥油對不對 這個花椒蔥油把你剛剛蒸出來 那個雞的湯水啊 有鹽嘛 然後有鹹味嘛 拌到這個蔥油裡面 來來 然後淋到剛才蒸好的雞腿上 就可以上菜了 就這麼簡單 主要就是你要有那個花椒 花椒現在可以買到很好的啊 然後你要有青蔥啊 然後你有去骨雞腿排 你 我覺得你可能會主持料理節目 因為我剛剛聽你在講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看到你會主持料理節目的意向 真的嗎 你不覺得你已經會做了嗎 這很簡單啊 就你會用電鍋它就可以 然後你會開瓦斯爐熱油就可以做了啊 就這麼簡單 你說的是很簡單啦 真的很簡單 我回家做做看 你回家做做看 真的就這麼簡單 馬世芳做菜 馬世芳寫菜 但他也吃早餐 他也寫早餐 早餐其實就是 你看 你就在瑞安街這個地方 你剛剛有講嗎 我剛剛沒有講 我爸媽在瑞安街那邊 我娘家啦 那就是台北市的早餐重症啊 真的真的 對啊 你在寫早餐那個我覺得很有畫面 因為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有時間去早餐好好吃啊 什麼 我們一定就是買了就跑 這樣子 對不對 當然 但是你家比較特別 買了早餐就可以回去睡覺了 因為早餐吃完就晚上了 不是 是晚上吃早餐 那就是30歲以前還沒結婚的時候 對 都是過歐洲東部時區 原來你有這段 真的 我一直覺得你是很正常 沒有都咒服夜出啊 所以我吃早餐的時候 大概就是天亮的時候 但是對我的生理始終來說 其實是宵夜 對 對 這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馬世芳 我覺得以前寫音樂 這個真的是需要一點點能力 然後呢 會進入你的文字的人 可能也有相同的喜好啊 對對對 喜歡Beatles啊 Bob Dylan啊 總是要對音樂有興趣 有興趣嘛 但大家都要吃嘛 對 現在看你的文字 就覺得馬世芳變得很像 很像林家的 什麼大叔嗎 沒有 林家好朋友 OK 可以 對 就很想跟他說 你今天煮什麼啊 我要過來吃一下 對啊 端一個便當來多裝一點回去 可以 OK 其實馬世芳的家庭是很洋化的啦 我覺得 雖然你的家庭是 可能爸媽媽他們都是從大陸來的 對吧 應該這樣講 就是他們的家庭都是從大陸來的 所謂外省人 對外省人 對 但是喔 感覺很洋化的家庭喔 馬世芳 他竟然 到年紀很 差不多 國高中吧 他才第一次喝到Cappuccino 真的 不要這樣子嘛 吳建合你第一次喝到Cappuccino是什麼時候 我們以前都是吃博朗咖啡啊 那知道什麼是Cappuccino 假裝當大人的時候就點什麼曼巴 你還有曼巴那一段 你還有那個單品 我們小時候對咖啡的影響 就是便利商店一罐一罐的 柏朗咖啡 真的 或者是現在比較多種 還有就是三合一啊 雀草三合一 麥斯威爾 小時候也會喝三合一啊 自己在家裡泡以為那就是咖啡嘛 對 我看你咖啡我也特別有感覺 特別我覺得像馬士方這樣的人 他第一次喝到Cappuccino 你描述這個我覺得 那時候台灣剛開始有Cappuccino 1990年代的時候 現在回鄉起來實在是蠻難喝的 但那時候覺得很炫啊 上面有奶泡耶 還會放那個彩色的糖球 還有削點檸檬皮 就是又甜又酸又奶泡 又苦苦底下又很焦 好像是耶 這一杯真的很炫泡 原來是這樣 在那個沒有臉書的年代 大家喝那一杯也只能自己放在心裡 我喝過了 真的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也沒有參考系統 因為義大利人喝的也都是這個東西 對對對 但我一直到來台北之前 我的人生代就沒有咖啡這一塊 因為我的咖啡就是便利商店那種 或者是投幣的這樣 我是後來到了青春網 青春網的DJ 有時候會到那個 那個有一間叫什麼 什麼素人嗎 什麼人咖啡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一定喝過 但是我不知道是叫什麼了 對 在那個新生南路 跟濟南路那一帶 有一間咖啡 老樹咖啡 老樹啦 老樹咖啡 李芳以前都在老樹咖啡寫東西 進入講古模式 老樹咖啡 OK 對 所以老樹咖啡那是我人生對咖啡的第一個開始 老樹咖啡還可以 可以喔 還不錯 那時候DJ很好都會請客 真的 對啊 我人生的第一塊牛排 以前我們在南部吃的不能叫蒸牛排 夜市牛排 夜市牛排 那個我們以為是牛排其實不是 我人生的第一塊真正的牛排 不是 是那個朱薇英請我的 OK 在哪裡呢 在 三個字 以前台北很有名的牛排店 老了想不起來了 三個字很難念太多了 我們等一下慢慢討論一下 好 這首歌Cappuccino 對啊 聽到這首歌大概就 會想起很多往事啦 真的 那特別是現在我也不喝Cappuccino 對啊 你自己開咖啡店那你喝什麼 我就喝美式 見山又是山 就變得簡單一點 然後現在最甜的東西也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你現在吃最甜的是什麼 現在吃最甜喔 你剛講的蓮藕我很想吃 真的嗎那個真的超甜 那個不甜不好吃一定要甜 好下次做薑米藕要記得請你一起來 好啊 我現在才要點菜你就講講一樣了 真的要點菜 來啊我們還有三分鐘 記得點 現在開始 因為我真的看了馬仕芳這本書啊 其實我覺得即便是一個人 你在家裡你都可以跟自己相處享受 那種在做料理的時候的那個趣味這樣 真的我覺得你只要會燒開水你就會煮麵 對不對 這個是很簡單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不用什麼時候都要叫一個外送 然後從塑膠袋裡面倒出來一團莫名其妙的東西 自己覺得很淒涼 我覺得那個心情真的很不一樣 對 真的 不過我聽你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當人喔 他慢慢長大的時候 他對事情的看法跟品味會不一樣 對那我覺得馬仕芳呢 可能年輕的時候也是吃很多就是都好 對不對 都好吃 這個也好吃 也好吃 不挑嘴的 因為好吃也好吃 沒錯 但慢慢長大就是不一定要貴 但我吃我喜愛的想要的 真的我覺得那個是所謂講究不是錢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認認真真的希望匆匆融融的對自己好一點 哪怕只是煮一碗麵給自己吃 好在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聽到馬仕芳講故事 他講的是一碗麵一鍋 可能對大家來講就是一鍋粥 或者是在他的這個書裡面的這些 他經常會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料理 但可能跟你過去認識的馬仕芳不一樣 但我很開心 今天我們又認識了另外一個馬仕芳 一個好吃的馬仕芳 謝謝你來 謝謝劍橫 謝謝